都是比较长的 如果你嫌它太长了 你就拿去改短吧 来我身上穿的这个 库裙ZPO22 价钱是109 来自我们另外一个Premium厂家的 最小的码是从S开始 最大是有趣的 两个色蓝和黑 两个色都是上班 就是上班 适合上班穿的颜色 它是其实它也是属于 直筒裤管 可是它就是属于比较flare 它整个裤管都是一样大的尺寸 为什么讲它是属于直筒 你看它裤管整个都是一样的 那个size 只是它是比较flare 比较宽的那一种 那一种裁剪 有口袋左右两边口袋 是functional的 为什么我们说它的面料是属于非常高档 像爱助理讲 你不可以拿那种69、79的来比 它里面和外面的面料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非常好的 你这些你要拿去外面那种399的 299的来比才有 还可以跟它同level就对 它里面是这样子的 就是很好很好的面料 两个尺寸而已 如果你上班有需要找 想要穿裤子这样子宽裤管的 就是比较flare的 这个款式一定要带走 近看它的款式前面它是这样子 两排这样子有款式 两粒扭扣是款式来的 它是隐藏拉链是在左 右边由上往下拉 左右两边有口袋 一样了哈 它前面有这样子的规律的桌子 OK很显瘦 后面一样是这样子有多一个这样子的 左右两侧一个这样子的按压线 OK 两个是我身上的蓝还有黑 上班必备的款式 就是有口袋OK 所以那些这个呢 它一样它不是高腰也不是低腰 这是正常的腰围 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厂家呢 它这样子的宽裤脚的裤子 它都是高腰 这个呢就是正常的腰围 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个的裁剪 然后尺寸跟助理一样啊 这一件穿M是没有问题 上班想要找一个很端装 然后很高腰很穿上去 穿上身的效果 它就是很高贵很高腰的 可以带走这件裤子 然后还有助理讲啊 这个面料很好 它几乎是接近免烫的 它的那个烫 你烫好了 你之后手洗还是你洗了 就来去晒啊 它真的是 它有点点看重的那种 那种成分啊 你看啊 我烫了啊 这个是前面是烫了啊 它有点点是看重的那种成分啊 所以它的这个面料是非常好的 就对了 尺寸跟助理一样 要穿M是没有问题的 我是穿着S OK 我身上穿的是蓝色 它就是整大户啊 那么一大户 裤子啊 你买部都不止这个价钱啊 如果嫌太长 可以拿去改短 OK 它就属于 你这样子我这样子上贴 就很像是穿了一个裙子 其实它是裙子来的 助理是穿M size 它很显重 还有就是它腰尾那一片是很大变的 所以说这个款式 所以说你要找跟以往不一样啊 你要找比较高档 这个我真正是用高档来形容啊 你这样子一套带走非常的好快 这个都是同一个厂家 都是水比较高档的品质啊 裙子我是穿着M啊 那么我的腰是78 我们建议M它是77 78 1cm是可以 就是说我穿衬 比较高要一点点 可是整体来讲 就不会说太贴不舒服Laser 是完全是不会 所以说尺寸不一样啊 就是说贴成M是可以啊 这款式 我的腰是78 我是穿着M size 所以高160整体 就是穿户的长度啦 Full length了 Full length了 这个款式 所以说找着上班 跟以往不一样 想找比较高品质 这个以往不要quality的 这个两个色带走 不会建议你拿哪一个 两个色带走 因为各有各的好看 是对的 OK 你一样啊 像助理这样子的黑色 配黑色的上衣上班装 还是你这样子 我今天就 我待会就称一个蓝色 白色的上衣下 我是称为黑色 就是很端装 很有职场风的那种感觉 就对了 OK 我身上穿的是蓝色 然后这个蓝色的裤子 也是比较少有 OK 少有的颜色 这个裤子 如果蓝的话 很多时候都是深蓝啊 然后另外一种 baby blue 这个蓝是比较少有 so far 我印象中有过一次 拉链是在右边 随时还讲的 它就是它的变量 是有那个垂直感 你看 它是这样 几乎是很接近免重的 它 它的那个 它比较 你看我这样子 它就不会呢 像之前有一些 你这样子 虽然会做一做 它就看到那个重折 这个不会 来转到这方面 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的 我就换黑色给你们看 Apenny 你的黑色 不难选啊 还是说 当然你两个色 你说我只想带走一个色 浓一搭 肯定会是黑色 比蓝色来的更浓一搭 OK 我是穿着M 记得如果你的size 我一样 这个款式 带走M size 就好了 我是穿着M 上班必备 这个唇 一样属于 那个唇 一样属于一个唇 一样属于一个唇型的款式 它所有的小细节 都是为什么两高档 你看它里面这些 它包边 它是有包边的 基本上是比较高档的 它们才会做包边 还是说一些我们的特定款 我们要求厂家做 它才会做包边 还有就是 一样它有这个带 因为也是你去外面买 也是很多时候也是一些高档的 它们才会做这些小细节 所有里面 它都已经包边了 要 裤头这边 它整个圈 它都已经是有包边了 这个所以说 要找跟以往不一样的 上班不止 这个款式一定要带走 纯性的款式 这个是 想要特别的颜色 不想说要黑色沉嫩 你可以选择蓝色 OK 白搭来讲 所有的上鱼的颜色都搭得到 肯定就是黑色 那么说 建议的话 还是说你再找个上班 西装扣的 带走两个色吧 这个款式 记得不要Inbox下单 你们在看那个 看啊 子孙群回来这边下单 不要Inbox下单 谢谢你们 来我换了黑色 我换了黑色 上班必备的 比较宽裤脚的裤子 所以现在主理讲的 你上班想要找全 比较新的 啊 因为之前前一阵子 我们很多都是 直筒裤脚啊 还是比较修裤管 所以你要找一件 比较flare 这样子的裁剪的 这一个款式 必带走 OK 我身上穿的这个ZPO22 最好钱是109 最小的码是从S开始 最大是去到XL 尺寸跟助理一样啊 这一件穿M size 肯定是没有问题 所以要XL和L的要快 因为是XL和L的数量很少而已 OK 两个色 它全新的面料啊 虽然你看去跟我们以往的面料很类似 可是它是跟以往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以往的面料啊 它都是里面和外面同一个颜色 这个是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 你看 黑色你就看不到 蓝色你就看到它区别 它里面是很好的就对了 比较高档的就对了 两个是蓝和黑 助理是穿M 我是穿着S 不是裙子啊 它就是直筒裤管 可是它是属于比较flare的 看到吗 它的裤管的size是一样的 OK 所以叫直筒 可是它就是做的比较flare 我这样子屏站的话 你就感觉它像裙子 其实它是裤子来的 转带是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 每个小细节它为什么很显瘦呢 是因为你看它腰围是这样子 比较大片的 然后它有做了一个假的这样子 类似腰带的款式在腰这一边 然后它折也是整齐的啊 左右两边两个折 后面一样是这样子有按压线 不用怕说卡裤档之类的 是不会啊 OK 我身高162 祝你身高160 都穿得到 可是穿 建议你穿这样子的裤子 都建议你穿 有微微有一点跟的高跟鞋 鞋太长 你可以拿去改短一点点 因为这样子的款式呢 就是要这样子的长 还有那个效 因为我们不能做太短 因为我们要先见比较高 有些裤子基本上长 大家都会做比较长 就像男生裤子 永远你去买 你都需要拿去改裤脚的 这个裤子它就是这样子啦 对啦 OK 上班想要容易配搭的话 带走黑色啦 OK 带走黑色 你要找比较特别的颜色 那你的是蓝色XO的 你要找比较特别的颜色 你就带走这个蓝色 其实我们不会说 乔律推荐哪个是哪个是 因为很少会有这样子的裁剪 今天来讲呢 这样子的裁剪 好像是第一次 第一次 今天是纯新的款式 纯新的款式 来自我们另外一个 Premium厂家的就对了 OK ZPO22 价钱是 价钱是109 一样啦 这个价钱是由厂家规定 必须要卖的价钱 不是高药也不是低药 就是正常的药 当然也就像助理这样比较贴 就稍微比较高药 可是高药来讲 不会穿到 不会太高的助理了 不会给你的感觉好像 我穿 穿不对秤之类是 不会就稍微比较高药 就会冷戴得更加的显瘦 OK 记得不要错过这款 是真的99 已经大概有三四个月啊 没有 三四个月啊 对啊 真的是就是 好多个月没有这样子裁剪 然后这个 这种是比较高档 比较Premium quality的 上班的裤子 OK ZPO22 没有的话我就要介绍 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上衣 我和助理都很喜欢 总之这一件你买了 这一件裤子 你不懂得怎么配搭 已经跟一样啊